就是那个07年的时候开始观众变运金刚嘛 然后开始玩那个 后面就是像奥特曼假面骑士一类也比较喜欢 就进了这个圈子也开始玩这个 那种可动的手办 在蒋先生这间不大的出租屋内 摆放了不少动漫手办 他说都是买来收藏的 个别手办还增值不少 去年他在网上看中了这一款 去年11月份我在一家叫摩安猫的淘宝店 下了一个假面骑士的预订单 然后之后呢 我又陆续下了三四个预订单 在这期间呢 有好几个单子 比如说我第一个下的单子是4月份发售的 按店家的说法是一到三个月到 其实就7月份应该到货了 但是我7月份去咨询 他就一直推诿嘛 说要晚一点到 然后我8月份咨询 他又开始推诿 直接到后面已经不回复了 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4月份 蒋先生一共在这家店下了四单 都是预订单 预订款加起来是600块钱 蒋先生说 第一个预订单的手办价格是460元 预订款是100元 2021年5月份发售 按照流程 如果商家能发货 会通知蒋先生补齐尾款 直到7月22号 他还是没有等到通知 就询问了店家客服 对方回复 预计7、8月份到货 等到8月8号 蒋先生再问 对方又说 预计8、9月份 之后 蒋先生在平台上 发起了退款申请 对方回复 没有海关或者官方延续时间等特殊因素影响 一般为发售日后起算 国际运输 大概1到3个月左右到货 走了退款申请之后 卖家就当天晚上就发信息给我了 说如果你这么着急要 但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发售一段时间了 他说你这么着急要 你当初就不该预订应该买现货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现货多少钱 现货呢 比如说我现在11月份订了那个 预订价是460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新品的话 大概七八百的样子 但他现在这个店铺的情况 从这两天来看 他不停在测东西 而且他们现在的店铺信息 已经逐渐开始清空嘛 不存在了 那这个店铺肯定有问题 所以我的诉求就是能够 请他把这个钱给退给我 点击查看这家 魔玩猫淘宝店铺的信息 显示页面搬走了 蒋先生希望退回所有的预订款 之前商家电话联系过他 号码归属地是广州 他拨打了过去 你好 你拨掉的用户正望 请你稍后再拨 记者用蒋先生的购物账号 给商家留了言 没有得到回复 发短信过去 也没有回应 淘宝公关部门核查后回复 这家店已经被平台监管调查 目前正在处理中 他们会帮忙联系商家 退回蒋先生的预订款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者报道 先没事的 Нов个月 我们最後一份 下期就 Neighbor 刚刚才员在沙漠 不 思考 ma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